《神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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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神经》 预见365位圣经名人 今天是8月29日,主角是摩达拉的马尼亚 摩达拉的马尼亚是见证耶稣受难和福的一位妇女 在阅读丹布朗的畅销书《达文西密码》之后 几百万人第一次听过《摩达拉的马尼亚》 这本书暗示耶稣和这个马尼亚有亲密关系 甚至可能一早结为夫妇 很多读者不自主地忽略了一件事 丹布朗的书纯粹是小说创作 并不是以史实为依据 关于摩达拉的马尼亚 大部分的猜测都是来自和《圣经》无关的资料 如果真的有的话 其中究竟有多少史实基础? 恐怕仍然是一个愿而未绝的问题 关于摩达拉的马尼亚的确切身份 一直有很多争论 有些人认为她就是在《路加谷音》7章 36-50节中 那位罪孽深重 前来高耶稣直脚的女人 艺术家也经常以这种形象来形容她 但有些人不同意这种观点 并拒绝将她贴上《堕落女人》的标签 圣经里面 关于摩达拉的马尼亚的背景资料很少 但我们可以肯定的是 在《路加谷音》8章2节 耶稣将7个鬼从她身上赶了出来之后 她就经常和门徒 以及很多其他妇女一起跟随耶稣四处行动 后来在《约翰福音》20章1节 她还成为第一个见证基督复活的人 尽管这些信息不多 我们仍然应该为此感到心满意足 一个原本被鬼附身的女子 陷入在毫无光雷的困境里面 而她因着救主之爱得熟 是一幅很动人的画面 耶稣今天也依然可以拯救我们 现在让我们一同祷告 上帝我感谢你 无论有人遇到什么困难 你都愿意帮助他们 如果想详细了解摩达拉的马尼亚 可以延伸阅读《路加福音》8章2节 以及《马可福音》16章9节 今天的人物介绍就到这里 明天会继续和你们分享 另一位圣经名人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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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